大家好,歡迎收看《信網每週港股》 今星期邀請到《信會政圈行政總裁審陣營》 跟我們分析後年的走勢會是怎樣 大仙,你好 你好 來到陽年最後一星期的交易日 整體大事表現都繼續弱勢 主要都是受到臥為所拖累 而陽年最後一個交易日早段雖然跟隨美股高開104點之後 最多升過200多點,不過升幅很快又收集一些 整個陽年累計跌幅截至星期四來說超過兩成 可以說是七年來最差的一年 大師,很快就後年 你預期大事方面後年的表現是怎樣 下星期四,年初四開始 其實紅盤高開高收的機會大不大? 其實如果我們利用中國的歷法 陽年後年來界定 陽年始終就是表現不濟 曾經都有一個驚喜給大家 但之後還是差一點的 踏入這個後年 如果我們套用一些中國方面的想法 新跳熟後的 預示了市會跳來跳去 鼓鼓滑滑的 我想大家有個心理準備 所以接下來的一年 市況都是比較上波動和難以捉摸 但是整體上我覺得從基本面看 很多壞的情況其實已經發酵了出來 變成反而整體上後年來計 但是我會覺得先低後高 就是說可能第一季、第二季市場還是很反覆震盪的 但是回到下半年來計 應該很多事情塵埃落定 最壞的情況也可以發酵出來之後 反而下半年我會看會比較好一點 當然了 我們面對著長假期 下個星期四才會服侍 理論上回來再有機會高開的機會是大的 因為你看看港股的技術手勢 其實已經很超賣的 還有在技術指標上 譬如相對強的指數 MACD等等 都有一個底背詞的現象 意味著隨時會有一個向上的 你當是反彈的動力也好 或者是中期調整完整的一個升浪也好 會有這樣的機會在這幾天 這幾天就沒有辦法了 看著外圍的因素而定 希望那方面平平穩穩的話 港股是具備條件出現一個比較強一點的反彈 踏入2016年 港股的表現都可以為反覆向下 見到利好利淡消息都叫交替出現 不過反而一些金價好像日元這些避險資產 反而由年初到現在都反覆向上為多 其實這樣的市況之下 大家應不應該在大市中選擇一些防守性比較強的公用股 你覺得哪一種比較好? 公用股也有它的隱憂在 雖然表面上是防守性高些 但現在我們面對著問題就是 息口上升的因素 公用股一直的賣點就是業績穩定 而是派息也都穩定的 好了 萬一息口上升的時間 因為現在很多的公用股 它們估值不是便宜的 都是過去幾年來累積了一個很大的升幅 如果那個加息周期真的回來 而所有的關乎到息口 股息率方面的優勢就逆轉了的話 反而我們擔心公用股 會有一陣子的震盪 所以現在未必是一個長線入公用股好的時機 如果你說看這麼多的公用股 或者高息股 我自己覺得似乎來說 都是以譬如長安基建 我會覺得喜歡一點點 因為它做很多的公用業務 在外國為主的 這些也不受經濟的因素影響 發展的空間亦有 如果你說本地的公用股 我暫時看 都是以中電會比較上吸引一點 我想是這兩個選擇 你轉說一下 受到銀聯卡 即是實施境外限額的影響 其實這個星期好像有幫 補城這些國際金融股 表現認真麻麻地 特別是有幫 這星期頭三天已經累跌近一成 穿了40元這個位置 不過見到這兩天有些反彈 其實這件事對他們來說 是不是真的這麼大影響 有幫其實長遠還值不值得持有 可不可以現價吸入 影響一定有 因為始終有幫的業務 或者香港很多本地香港的保險公司 他們其實一直都是主力 近年的增長都是做內地客的生意 而當中透過銀聯 czyli有幫助利用會 政治整理會 他們說大家可以選擇 那些人可以選擇 那些人可以選擇 或者美濃進他們 那些人可以選擇 然後藝術的 所以在這部分都有 基本面上都是一些比較負面的情況 所以我覺得暫時來說 薄反彈似乎看好一點點為上 就不要太過急進去做這件事 大師 臨近長假期之前 你有沒有什麼股份推介給投資者 我都建議大家其實可以薄一薄 過元年回來有開控盤的情況 我建議大家可以留意一隻比較穩固 基本面有OK的股份 就是重磅的中移動 電信股中移動941 近期看到在跌市裡面 中移動每個抗跌能力很高 也都由一月初的低位 大約80元的水平 慢慢爬到上來85元這些位置 下一步我估計就隨著它在內地的發展 以及一直領導著市場 鐵塔公司那個最終的落成 它會預期有一筆多大的非經常性收益 在2017年會有現金回來的 那裡講幾百億的匯報 變成以現在的股值計 中移動我覺得是偏低的 可以駁一駁就是現在買了 希望過完假期回來之後 有機會上網看回90元的位置 應該是一個比較穩固的選擇 大師你有沒有持有上述的股份 沒有 今天麻煩沈陣營這麼詳盡的分析 而我在這裡先跟大家拜個早年 祝大家後年財源滾滾來 每次港股下個星期五再和大家見面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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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